但是,现在,我会继续为民旅中的状态。 我会继续说话,只要在皮肤上描述。 我会继续说话。 其实人显皇后也是挺可怜的,当初为了阻止她成为世子妃,母亲被张义冠派人下毒至死。 现在年外的父亲也离她而去,唯一可以依靠的皇上却对她说出了这种话。 就连被她扶植起来的催事,也敢冷嘲热讽她没有子嗣,面对种种这些,她终于撑不住了。 胸口开始时不时的剧烈疼痛,也许也是觉察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,或许是想拉拢玉珍,又或许是她真的想做一位贤良的皇后。 她居然同意玉珍可以接触自己的孩子,这里说明一下,自从她再次复位后,玉珍的孩子就归在她的宁下,由她来抚养了,她的这个举动也得到了皇上的赞许。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和皇上一起散步吧,但是没说几句话,自己就病倒了,同样病倒的还有世子。 经太医诊断是痘疮,孩子一直高烧不退,随时都有生命危险,这下急坏了玉珍。 赶紧让母亲找到巫师占卜,巫师说世子的病情做常法事,就可仍然而解,不但如此。 世子躲过这一劫,以后必定能得到更大的福报,但是玉珍知道在宫中做法事是不允许的。 可是想到世子病情如此严重,而且再三跟巫师确定,说是做了法事世子的病一定会好的。 于是就这样玉珍战战兢兢的为世子做了这场法事。 果真世子的病也是马上好了起来,这可把玉珍和皇上高兴坏了,但是福获总是相依的。 世子的病好了,人显皇后那边病情加重了,这又勾起了崔氏那蠢蠢欲动的野心,对于崔氏,皇上之前已经知道了她假孕一事。 但是为了给玉珍换回喜瓶的位置,皇上没有追究,这次她变本加厉找来了兵派,说道。 人显皇后一旦病逝,谁会是下一个皇后呢?兵派说那也应该是世子的母亲玉珍了。 除非她犯下滔天大罪,这时崔氏露出了邪恶一笑,原来玉珍给世子做法事的是被她发现了,还趁机从中拿走了证据。 有了这个他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,皇后这边没有撑过几天病情就恶化了,危在胆息。 在她临走之前也跟玉珍握手言和了,玉珍说她是当之无愧的皇后,没有人可以取代,而人显也是想通了自己得不到皇上的宠爱,与玉珍无关。 是自己自认为出身高贵而太过骄傲,只是在皇上身边徘徊,没有主动的去迎合过皇上。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程,皇上也终于肯握住了她的手。 任显跟皇上说,当初第一眼见到皇上,只是想得到一个男人真正的爱,而不是一个名分。 可是自己身为宰相之女,身上背负着家族和西人党的使命,不得不一步步走到惊天。 但是她认为能够默默陪伴皇上,在宫中做皇后的日子,是她最幸福的时光。 皇上也后悔只是把她当成是宰相的女儿,异国之母来对待,没有给任显太多的爱。 一切都来不及了,任显皇后在皇上的陪伴下离世了,皇后的离世势必会激起男人派,想再次推举玉珍为皇后的想法。 赵大人找到了玉珍的哥哥,想要她帮忙说服玉珍复位一事,因为之前她就曾找过玉珍谈其此事,但是被玉珍拒绝了。 玉珍觉得现在有皇上的陪伴很幸福,她只想细心照顾世子长大别无他求,玉珍没有复位之心。 但崔氏这边则在朝堂上,对玉珍进行污蔑,说任显皇后是玉珍在神坛使用巫蛊之术,对其进行诅咒而死的。 玉珍就是嫉妒皇后复位才这么做的,说着并拿出了证物。 皇上见到此物,说那神坛又在哪里,崔氏直接将皇上和大臣带到了玉珍偏殿。 结果正巧撞上正准备撤下贡品的玉珍,看到这情景皇上只能说要彻底调查此事。 宫人在言行逼供下居然招供了,说是玉珍确实是想用作法式来诅咒任显皇后,尽管皇上相信玉珍作法式是为了世子。 但是根本无力反驳,以兵判为首的西人派集齐在一起商讨要处死玉珍,直接赶出宫还会有翻身的机会,他们要不留后患。 于是,处死玉珍的声音再次传遍朝廷内外,玉珍找到了皇上,跟皇上讲,我们的世子将来一定会登基为王的对吧。 皇上说,是的,玉珍说我不想我们的世子,有一个让世人诟病的母亲。 那就请自我一死吧。 而皇上第二天在朝堂上真的宣布了,要处决玉珍。 但是在处决之前要玉珍对人险完成七七四十九日记,玉珍离宫那天,皇上前来相送,并要玉珍原谅他,不能牵着他的手走到最后了。 玉珍说不是这样的,能够得到皇上无限的爱,我已经很满足了,皇上刚想上前靠近玉珍,可是脚步停了下来,含着泪转身快速离开了,难道皇上真的这么狠心,亲自下旨杀掉玉珍吗? 当然没有,他让玉珍母亲一同前去喂的就是替代玉珍,而他把玉珍则拜托给了智秀,他要智秀带他远走高飞去清国。 因为皇上虽然知道,当初把玉珍拉下后卫的重要证据,是他提供给兵判的,但是凭着男人的直觉,他是能感受到智秀也是喜欢玉珍的,所以与其让玉珍去死。 不如忍痛割爱,让他带玉珍逃离这里,而自己已经做好了放走玉珍所要承担的后果,甚至是放弃皇位,而智秀本来就喜欢玉珍。 此时的他也知道了,当初对他下手的人,只是他哥哥派来的,与玉珍无关。 当然欣然接受了皇上的请求,皇上能为玉珍抛弃皇位,玉珍怎么能抛下皇上和世子,独自离去,于是他再次跑回宫中。 而一直不见玉珍的消息,也传到了群臣那里。 他们果然商议如果行刑时不见玉珍,那么很可能是皇上把他藏起来了,只能要皇上退位了。 但是当他们来到玉珍殿前,玉珍却推开了门,从里面走了出来,接受了这碗毒药。 皇上知道了玉珍回来的消息,赶来时也为时已晚,皇上抱住玉珍。 玉珍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,看似结局不是很圆满。 但是他与皇上此生彼此相爱,并为了守护这份爱到最后,他选择回来,他们的爱情是圆满的。 皇上经过这三次的换局,也成为了朝鲜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,但是没有玉珍的日子,他的世界里没有了欢乐。 他只能独自忍受无限的估计,剧里没有提到催世的结局,但正如玉珍之前对他所说,如果不收手,他的贪念和野心会让他迷失了自己,最终将会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至此,韩剧张玉珍剧情解说到此结束。 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,咱们下个句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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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